好啊 七娘俱乐草 钟大人 你怎么料到这第三道菜呢 令我想起家父曾称道的一桌泉鱼席 和一个师父 请张师父 好好好 请张师父 按请法 万一不住 就扑上去 快快 见过各位大人 张成复可是你父亲 正是 果然是孤人之子 当年我父亲对张成复张大师父 推崇得很 你的家学渊源 难怪 难怪 有这样的巧事 今天 钟大人 你可得多喝几杯 好 只是我看着泉鱼席 底下是甜点粉翠鱼饺鱼饺鱼烈烧麦 五大菜该是松煮桂鱼明珠紫燕 卖慧无礼 玲珠鱼翠鱼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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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人说得太对了 我们六个人也吃不了这几杯 还有酿香菇呢 这样吧 后面的菜主要上 碗中亏爆 我们已得各中三杯 好 这样 我想让酿香菊补商务的菜怎么样了 我看这倒给酿香菊出了个难题 好 我看这样好 只怕 小小的酿香菊要狗尾许雕了 酿香菊怎么啦 哑巴啦 拿了酿不出去 没招呼你 有金 刘厨莫不是要从宿门坐船溜了吗 又不赌输赢 张师傅的大戏在前面 亚轴戏可就难了 有一两个有味的段子 也是不容易的 要说跑也不至于 我怕刘厨收不了这个场 亲家伙傅 好像是要调整了 那我说是要虽然呢 走 别走 尤其若是哑巴 来 走 来了 变薯 我早上就睡醒了 那些空盘空碗上什么菜 刘楚莫非要使道法 于秋待会变个戏法给你们看 开车 与秋戒头戴 西村盘 五星盘 走 五星盘 二菜 联防鱼包 鱼盘 联防鱼包 三菜 鱼蛋丸 十寸盘 四菜 小山和尚盘 马鞍桥 走完 小山和尚 马鞍桥 开完 大瘟江之帽 开完 大瘟江之帽 雅虎菜全了 大瘟江之帽 各位先生 菜齐了 请慢用 真不错 好啊 有意思 有意思 多至讲解 都不错 不错 不错 对 这是什么菜 这是什么菜 怎么连寻常的葱 大蒜 韭菜之类也冲作大菜端上贵客席来了 我看这流厨实在是没辙了 前老板 这你可就不懂了 张师傅的菜如刹子烟红 这道菜就是柳暗花明 这道菜一上 这满桌的大鱼大肉可就显得爽利 这道菜亚裔打针 如此捧跳 这菜一顶既有脸的清香 又有鬼语的宣伪 却整去了 亲随处复容 天然取雕似的遗境 既然江南四游两个兄长都说过了 这第三道菜要由本人来见上 你说 好 天香脆适时而尽 朕大和劝久之道 有这种美味 来 少不得要服依大白 来 当然不让 这道菜该由我们来评点 这菜煞烤 夜席至此 这道菜一上 这道菜 就好像是文臣得武将相继 有仗前猛将出 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 让人豁然维持一阵 这道菜 这道菜 这道菜是在我们俗人嘴里只觉得好吃 这好到哪里 请你们这么一解释 不再明白了几分了 好 刘厨做菜正如一个高明的词人 是 吃家 多谢钟大人夸奖 钟大人 您这活 师父 快去 钟大人夸你得不得了 我不去 要去也该是酿香剧的郑主 云龙兄你去 怎么样 好 我去看看 刘厨这五道菜各个有出处道道来的 而且首尾相接大有深意 不能 不能 一个厨子有这么大能力 好 那我就来破解这个谜了 这道菜名叫五星盘 看似平常到极点 却始于近代 轻于唐宋 可见于近代周楚的风土鸡 这道菜连方一包 我不知道古人是否也能像这样 从远处抛来摆成渔行 宋代灵虎 有一首诗专写此菜 锦绊金缩 知己虫 问色何适何相容 永生进入花房去 好渡花池独化能耐 对 我刚才也曾想起 但不如钟兄的记性好啊 这鱼蛋丸嘛 在于元朝福祉会的严善正谣 这个嘛 蜡烹江军茂 前名宋许 宋氏养生物 就有记载 这最后一道菜 奈建于我朝风行一时的寒江三百云 是 是 那么这五道菜 一顺序灌下来 刚好就是五个朝代 五道菜 当凤元明清嘛 看来 我们吃了 自长以来 五个朝代的五道明菜 正是 人隔五代外 幸在亦非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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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